我的工作跟投资相关 业内大臣说过 人生和投资很像 两者均充满不确定性 但都存在提升胜率的方法 在我看来 是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 建立适合自己的内部计分卡 忘记世俗对成功的定义 结果永远不可控 但持之以恒的努力 复利增长之后 最终起码会给我们一个 相对合理的lower limit 我为什么会带这瓶酒 是因为上次跟你聊的时候 我觉得你想意大利酒 但是当时你说散漫 但其实我会觉得 回去想不是散漫 首先我会觉得你是旧世界的酒 不是新世界 你还是有一些些 不能说old money 但是是有一点那样 Status的这样的感觉 不新给我的感觉 不新 我是不是那种hippie的这种风格 对不像 那肯定不是 然后在旧世界里面 一点都不法国 的原因是 法国我觉得很讲规矩 但是你其实并没有说 我要去安照那些调查控制 没错 我是一个循规道理的人 好配合啊 这个采访者 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思考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循规道理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 你就比较像意大利酒 但是呢 其实意大利酒 有很多样性嘛 我其实卡住了卡在这儿了 具体到底像哪个我还没有想清楚 就之前 昨天有跳出过来 到底像巴罗罗 它其实叫做意大利的酒王 嗯 嗯 但我会觉得那个可能 在五年之后 五年之后 我觉得会比较像 可能 这些鸡眼啊 嗯 然后 所以我就带了一款白的 因为你穿喜欢白的 对对对对 这是我为什么带着这款酒 这款酒是那个 意大利的萨丁岛 萨丁岛 对 所以其实你喜欢沙布利的话 估计也会有一些那个海洋的味道 我觉得你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对 确实我不是一个喜欢的味道的人 对 咱们就先喝起来 嗯 我感觉跟沙布利有点像 沙布利给我的感觉就是更是青色 青苹果啊 对对对 很青色 这个给我的感觉可能更黄 黄色水果成熟水果 没错没错 他应该是更甜一些 对 有啥好玩的喝酒经历吗 有趣的经历 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客户吧 OK 他也是我NBA的推荐人之一 然后他和他太太去巴黎的时候去玩 然后去跟我一起买了不少酒 他是一个挺好酒的人 然后呢 我们当时就是去 应该是去那个澳赛部班吧 他突然酒饮饭了 我们一直带着这瓶酒吧 一直在那儿 想找个地方喝 但是好像找不到地方 四个人 我们在澳赛的那门口 把那个酒打开 然后因为在美国的话 他是美国人 在美国的话是有一种规定 就是说你在外面吃不可以喝酒 或者是你需要去把它包起来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小心 鬼鬼碎碎碎的 就是拿着一个报纸 刚才包着 然后偷喝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 最好的 但是你印象中的就是 我当时在 山大河畔嘛 很多台阶可以做的 很多人是在喝边喝 对 那我们是作为中国人 我还是要讲究一下吧 对 这个应该是 就是维持不得的一个跟酒相关的一个经历吧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我跟我客户的一段一直维系的这段关系 所以喝酒还是跟人 对 那当然了 我可能关注的以前意大利的酒店都多了 嗯 蛮好的 你喝法会多一些 更专心的乐观 我觉得我在以色列实习的时候也喝过以色列 以色列就真不错的 是吧 还可以 就含量很少 但是品质竟然还可以 是吧 我没有办法就是能区分 就是多一大的区别 但是我其实觉得 还是跟人和跟这段经历吧 就会你喝起酒的时候就会想起人家的经历 或者是你跟你那个朋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酒能带给你很多联想 然后把你的那些经历和你的那些朋友 会踏去在一起 对 你在每个月实习的吧 我在每个月实习的 也是范团组想关的吗 忘记是那家的 是一个e-commerce相关的东西 就问国内的什么值得买有点像 OK 当时你主要看了哪些领域的产品 哪些行业的产品 我是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strategist intern 他们当时给我的两个任务吧 第一个就是帮他们去找钱 就是找PE的钱 拿中国的钱吗 不是 找这种就是投过这种相关领域的一些特别的美国的钱 就要多一些 第二个任务的话 他们还是想去做中国的业务嘛 就比如说开发一个很中文的一个界面 然后在中国有这种引入的那个服务 就是工作了 然后我觉得以色列这段经历呢 最特别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印尼西亚的那一届四个同伴同学 我们一起去了这个以色列 当然是在不同的这个公司 比如说做保险的 就是做这种什么car 都是startup 都是startup 以色列就只产是startup 然后我们四个人是在不同的不同的公司 然后呢一个日本人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加拿大人 加拿大玩员 都是Asian 都是Asian Bank 然后呢我们就租到同一间那个 我们去share一个parmette Telabi 我们工作全是在Telaviv 或者说是Telaviv的周边 然后我们生活的地方叫叫什么来的 Jaba Jaba 它是古都 离Telaviv实际上是非常近 我基本上是每天走路上站的 OK 在地中海海边上非常棒 是一个古城 那边有个教堂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听说呀 因为我不是现教人士 就是说很多这种教堂 它实际上是对着耶路撒冷的 就是那个耶稣的印象 对着耶路撒冷的 但是呢那个教堂它不是 它是罗马人建的 罗马人先在这个亚巴州建的 所以说那个教堂是对着罗马的 对 Telaviv的感觉非常年轻 非常快 对对对 然后每个人 年轻人才都很有活力 这边非常棒 为什么就是一个你刚刚说的这种 vibe 对 很年轻 然后呢 另外的话就是 里面的人全都是在这种做什么创业的事情 对对 创业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们去 take a cab 然后我们去一个bar 然后这些出租车司机 他们都会给你一张影片说 啊我除了这个我开出租车 我实际上还有其他的business 比如说自己有一个family restaurant 对 要做其他的这种坚持的服务 在他们看来可能更多的都是那种startup 这种兴致的事情 这个其实对 这个其实给我的一个出动也是蛮大的 可能我现在也是在做这种startup的事情 但是 not necessarily就是change the world 或者是change the industry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但当时还给我另外一个出动是 我一圈下来 罗马大帝一周款时间 我不大记得了 然后我一圈下来的很淡的印象 就是这个民族有深深的不安全感 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挣钱 以及我的结论是挣快钱 其实他们很多startup 就其实做掉就卖掉 做掉就卖掉 很少有百年老店那种概念 但是当时我们去了一家 是做data security的 然后他做了好多年 那个founder的目标也是说 我要把公司一直做着 也是当时很触动我 会觉得他很不一样 那确实是 可能我认识的这些startup 就位置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最后也是被Google收购了 反正anyway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 就是Telaviv这个地方 确实跟它的名字很契合 你知道Telaviv是什么吗 Telaviv是古老的意思 Viv是新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一个古老的城市上面 又重新盖了一层 是这个意思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求职的想法的一个理论经历 我觉得以色列你刚刚说到的是一个非常vive 然后大家出发的那些东西 这可能是它的一面 这我觉得是 我更像一个游客 其实 对 它更像是Telaviv的那个style 但是你去那个Yellowstyle 就很不一样 什么就不一样 它们就叫orthodox 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 犹太人叫做信徒 怎么传统呢 就是首先会生很多孩子 很多是多少 很多就是七八个都会很正常 另外那就是我们夏天去的嘛 这种所谓的orthodox 它是在着装上面会有很高兴的 黑色的领帽 黑色的西装 然后胡子是不可以剃的 然后两边的这个头发是会这么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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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 然后那个hip hop 你知道吗 这个帽子 实际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印度上 我也是听说的 就是犹太教之前的他们帽子也是很大的 然后呢 它们就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会有一个东西永远会高于一切 让它有这种敬畏的意思 然后 犹太教人后来不是去了欧洲嘛 欧洲的话可能就是要去脱帽 对 但是呢 由于他们这种性 他们觉得就是脱帽 虽然是中尊往当地的起诉 但是没有尊重我自己本名字的这种信仰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帽子变成一个小的 对吧 到这儿来 你在当地有觉得比方说长期在那边工作的华人多吗 嗯 很少 完全没有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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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中餐馆 嗯 对 所以说这么看的话 应该华人不是特别多的 可能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跟确实那边的工作机会 比较少有关系 确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是700万人口 比如说我们有记错的 整个国家 嗯 应该是 嗯 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国内的这种 媒体的对他的这个宣传也是有一些关系 我说的不是一种抹黑的宣传啊 可能确实我们听到的关于以色列 就是加沙地带 又跟那个 又跟那个巴勒斯坦开火了 然后又有什么袭击 对吧 这种负面的消息 实际上我们去的时候 还是这个地方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人也是非常热情 嗯 英语这种鼓励 确实是比法国那个地方要好太多 所以说我们从法国这个这个地方 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就发现啊 非常非常棒 交流性来关系 没有什么障碍 你会觉得就是对你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对我而已的话 我的回答应该是 Kaizen 也就是每天进步的那个 那个日本的词语 哇哦 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不管是做投资 不管是在家庭 不管是做自己的business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嗯 每天进步的这么一个状态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做自己的这种纵向的比较 我 我非常在乎的就是 我有一个 internal scorecard 我可以不跟我的这种 MBA的一些非常优秀的 一些peers去比 但是我一定要比我昨天 会有一些成长 对我而言的话 可能就是 我今天哪怕是学到一个 新的单词 我哪怕是 嗯 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非常好的天 或者就是我在工作上 生活上有另外一些 我之前没有的感悟 或者就是我改变了 我的之前一些缺点 这个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能够 帮助我去成长 帮助我变成更好的人 帮助我给你一个 更好的写家 OK 可能我现在而言 其实没用这些进步的一点点 但是复礼之后 我实验之后 我可能比我实验 实验的自己 会高中很多 So in reality 你真的是会每天去 想我今天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 我会想啊 比如说我总结嘛 比如说我今天 过了你总结 其实会做记录吗 还是哪个人 我会做记录 我做记录 我做记录 可能太人生棒了 我会想 就是今天确实 有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事情发生吧 比如说我刚刚见了一个 我非常一直 非常想见的这个 manager 他确实是 和我之前对他认知 是完全一致的 也让我觉得 我是比较放心去推荐 对还有的这些机构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一个成长 可能从外在来看的话 确实MBA之后 这个Pay也是这样的 然后自己创业是这样的 这是external的一个scope card 是别人恨你的价值 这个可能在我看来 就是像股票没有的价格活动 但是实际上你的internal card 就是你的内在的盈利 你可能自己的这个公司 这个基本面是越来越扎实 可能最后你就会实现 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这个地方是蛮重要的 我有惊讶到 我有惊讶到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正好前几天 跟朋友聊到 就是很多人他不reflect 就是过一天是一天 过一天是一天 这样子的人 其实真的不在少数 然后说实话 我会觉得我自己 是在申请NBA之前 我是比较少做这样子reflect 就是比较过一天是一天 但是因为要申请 然后写那些assets 然后想很多事情 才开始有这个习惯 然后才开始体验到 它的这个价值 能量挺大的 说实话 你不要吓得 我再说有点官方有点虚 但真的 是吧 对 反正就是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面子盘就达到 那可能最终做一个生结 就是分居到每天的每节 日常的这些工作当中 我觉得就是remember we are 就是张邦给我推荐那边说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他包吹了 怎么也给我推荐 可惜吧 就是你为什么要有这种 in China scorecard 然后为什么你不要去人影运 去stay away from the hurt mentality 这个我觉得 不管是人生当中的做选择 还是做投资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remember we are 对 因为说到了这样子 我就想到了 就是你会觉得对于你来说 就是说法最inspire你的人 为什么就我会是一个比较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逆伤比较高的一个人 就是可能跟我从小 跟我奶奶生活在一起有关系的 我奶奶就是这样一个 受过很多的苦 但是能够在这种 艰难的这个艰难的痛苦之下 还能够保持一个乐观心态的那个人 对 我觉得本质上 这个应该是最inspire我的一个人 OK 我其实特别想问 但是可能比较personal 就是关于你奶奶的那些苦难的事情 哦 没问题 不能说吗 对 我奶奶就是确实受过很多苦 也包括少年丧妇 我周年丧妇 我还有百年丧子都经历过 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因为咱们中国 确实是那个环境嘛 其实生活外面不会特别好 因为这些受过很多苦 但是她能够保持乐观 她能够就是养活七个孩子 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对 我特别想听她一个乐观的故事 嗯 我们家是农村的 然后呢 你听了听过一个故事就是 Clip for House 就是美国的一个人 用一个那个什么回心针 换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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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换到那个House OK 我奶奶的那个故事呢 可能跟这个有点像啊 但是没有这么magical 就是她跟我爷爷会收进那种稻草 嗯 就是比如田里边 干草堆那种 对对对对 收进稻草 但是她不仅收进自己家里边那个田里边 还去人家那些其他那些地里边 人家不要过去去 所以一般的烧掉 最后是吧 对对对 他们那会儿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八十年代啊 OK 然后收进这个稻草干什么呢 就是当时烧砖头呢 可能没有现在这么 这些砖厂什么的 可能每个村子都有一个窑洞 那他们呢 会要这些草 然后去作为这个燃料 然后烧制出这些砖头来 我和我奶奶和爷爷都是 就是收集很多的人入稻草 我就换这个砖头 嗯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能换多少 但是换了十年之后 还真的就是能把房子给盖起来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事情 这个就是非常resilient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可能我现在想起的 也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就比如说 我就是每天这么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 但是实情下来 变成了一个房子了 对 这个是他给我讲的 不知道怎么办 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话